嗨,大家好,我是赵炳宁,欢迎来到幸福真道 2023年2月1日,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张伯丽牧师 在Facebook上面分享与台北林良堂周神柱牧师 在东洛杉矶教务同工会上的合照 引来一票吃瓜群众的酸言酸语 随后张牧师分享关于合一的看法 由于福音的缘故,我与不同神学,不同宗派,不同种族,不同恩赐的教会领袖 在主里相识,都有过许多美好的佩搭服侍主的回忆 他们亦吃亦有,我有许多的学习,心灵相通 张伯丽牧师指出,信徒的合一是在三位一体的神里合一 是属灵生命的合一,是在基督里合一,不是组织上的合一 感谢张牧师对于合一的劝勉 他与周神柱牧师的合照也引发我对灵恩派问题的思考 今天在中文简体的基督图圈子里 灵恩派之所以很难和异端划清界限 许多人之所以会谈令色变 其实和唐崇龙牧师与麦克阿森牧师有一定的关系 唐牧师过去几十年一直以批判灵恩派乱象 为归政府运动的首要负担之一 只要是长期听过唐牧师讲到的,相信都会有所共识 而约翰麦克阿森牧师两本著作 《灵恩乱象与反火》 认为灵恩派不但拘解圣经,亵渎圣灵 而且以虚假的自嗨代替了讨神喜悦的敬拜 更是从神学上直接给灵恩派扣上了异端的帽子 再加上韩国赵用金牧师因挪用公款,贪污逃税被判刑 更是让许多大陆背景,尤其是深受改革中影响的基督徒 对灵恩派连连摇头 所以今天在华人教会里,常常会把灵恩派和福音派堆立起来 用他们与我们人称代词的不同来作为两者的区分 然而被誉为福音派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约翰斯托德 江湖上曾经流传过一句话 如果福音派可以选一位教宗 他们大概会选约翰斯托德 在他的经典著作《认识福音派信仰》中提到 灵恩派也是福音派的一员 但不是所有的灵恩派都是福音派 因为在1975年洛桑会议之后 杜宾恩大学被豪斯教授把福音派分为六类 其中就包括五旬节派和灵恩派 20年后,法克利教授在福音派眼中的大公信仰 也承认灵恩福音派 我自己最早接触灵恩派大概是12年前在深圳 当时我已经隐隐约约有读神学的呼召 而那时有一位从新加坡来的姐妹 强烈建议我去东南亚的一所先知学校 她的先生用英文和我说 两个礼拜的时间你就可以成为先知获得PhD 而和我说话的那位弟兄不单单有工程博士学位 而且是当时深圳一家大厂的首席工程师 非常的谦卑、慷慨、爱主 然而当他解释PhD的意思是 Prophecy、说预言、Healing、医治、Deliverance、感鬼时 我一下子意识到了终于遇上了传说中的灵恩派 当时第一反应可谓是称惶称恐 因为十几年前在国内 灵恩派在许多基督徒的眼中 具有吹枯拉朽的破坏能力 因为说方言倒地打滚、医治骗局 导致许多教会分裂、仿佛邪教般的存在 然而当我来到了美国 我对灵恩派其实有许多的改观和更加整全的看法 虽然唐牧师批评灵恩派几十年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过去几十年也是灵恩派在华人教会中 发展最迅速的阶段 目前美国华人教会很有影响力的刘童牧师 虽然是费城西敏神学院宗教学硕士毕业 不过后来他也转换跑道 成为北美灵恩派教会中 最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之一 今天我想从灵恩派的发展历史 以及我个人对灵恩派的判断 来得罪某些人 也来改变某些人的观念 在教会历史上 孟塔鲁派被称为第一个强调灵恩的团体 他们认为从他们的时代开始 教会将进入圣灵的时代 孟塔鲁及两位跟随他的女先知都会说方言 而且自认为是圣灵的代言人 虽然孟塔鲁派在早期教会被列为异端 但是因为他们生活进前朴术 禁止婚嫁和禁欲主义的倾向 吸引了教会历史上一位重量级的大咖 晚年时期特土梁的加入 而三位体一词就是特土梁的首创 而到了宗教改革后时期 五大神学支柱支撑了近代的灵恩运动 第一个是18世纪约翰卫斯里的 二次恩典与成圣的观念 第二个是由芬尼及刀雷等人 强调的圣灵能力与侍奉 第三个是由普利茅斯弟兄会达密 以及基要派前先行年时代论 所秉持的末世论 第四个是AJ Golden 与宣道会创办人宣信博士的神医见证 第五个是基要派弟兄会 所秉持的恢复主义运动 而到了20世纪的近代教会 联恩运动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波是五旬节运动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John Davy 毕业于爱丁堡大学 他的神医观念非常的激进 认为使用药物是犯罪 声称自己医好的人 比全本圣经记载的总和还要多 不过他因为医好林肯总统的外甥 而声名大赵 然而晚年却因为财务纠纷而身败名念 他在1896年所建立的西安会堂 也称为五旬节运动的先驱 而Charles Perham在堪萨斯州 Topica所创办的圣经学校 有圣灵充满说方言的事情发生 所以被称为托比卡大复兴 他也是最早认为 基督徒重生得救 必须内有圣灵充满 外有说方言做证据的先驱 然而他也陷入到种族歧视的争议当中 而William Seymour因为听到Perham的信息 大受鼓励 在家族洛杉矶阿苏莎 Street开始幕会 从那之后 今天林恩教会常见的方言 击倒神医纷纷出现 而那个时期也被称为阿苏莎大复兴 第一波的五旬节运动 产生了三个华人教会很熟悉的教派 第一个是神召会 也是目前最大的五旬节教会 近些年来林恩派中受丑闻困扰的 James Baker 以及赵拥基牧师 都属于这个教派 目前全球信众大约有6900万人 大多数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NIV圣经的编维中也包含有神召会 第二个教派是真耶稣教会 由1917年创立 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立教会之一 创办人魏恩波 曾受神召会宣教士带领经历灵恩 真耶稣教会曾经主张 说方言是得救的确据 目前似乎有所大化 而在中国三日精灵邪恶神学院当中 也有一些真耶稣教会的神学生 第三个台湾西安堂 是由前内地会宣教士 荣教士在台湾所设立的 他曾经在纽约受到西安运动的影响 属于比较温和的五旬节派 龙耀秀教士在灵恩派的圈址中 被称为二十世纪的盖恩夫人 如今在北美比较有名的灵恩派领袖 比如墓主先锋 秦宇如的江秀琴 大卫会墓的林大中 爱修园的周金海 都和龙教士有一定的关系 很有意思的是 俞宏杰牧师与几上几位是师出同门 俞宏杰牧师常常称龙教士是他属灵的母亲 但是不代表俞宏杰牧师就认同灵恩派的一些神学立场 第一部灵恩派的特点是 认为圣灵的喜是得救的必要条件 和说方言是灵喜的证据 比较强调个人主观经历和圣灵的亲密关系 容易过分高举灵喜的经验 注重方言和神医的恩赐 强调自己是恢复初期教会的模式 但是却容易陷入到孤方至上的尴尬 唯我独尊的心态 也容易引起教会的纷争 十几年前我在深圳接触的灵恩派 许多都有第一波灵恩运动的特征 而第二波灵恩运动是从1960年开始 影响遍布各大教派 其中对于天主教影响最为深远 所以今天产生了一些叫做福音派天主教徒 其中美国圣公会的Dennis Bernard牧师 因为公开鼓吹灵喜 被逐出教会 引发舆论的关注 也被认为是第二波灵恩运动的肇事者 第二波灵恩运动对第一波有所修正 不再视方言为灵喜的必要标志 强调以活泼的方式来敬拜神 更加注重祷告 也鼓励方言祷告 而在天主教中 灵恩运动促使他们更加积极的传福音 也重视独神的话语 其中圣母显灵的事件大大加征 许多都认为和第二波灵恩运动有关 而第三波灵恩运动被称为神迹骑士运动 其中的主要代表就是葡萄园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家 Wayne Gruden 也是葡萄园运动的出身 第三波灵恩运动在1980年代发起 对于北美籍港台的华人教会影响很大 其中代表人物有John Wimber 原本是个摇滚歌手 时代论者 相信神迹终止论的立场 后来受到复乐神学院George Latt 神国官的影响 加入到复乐神学院参与宣教工作 1978年他在洛杉矶附近建立了葡萄园基督徒传记 目前在美国有超过600家教会 信徒约有20万人 而另外一位北美基督徒很熟悉的是Peter Wagner 是复乐宣教神学院的前任院长 曾经与John Wimber在复乐神学院合开 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的课程 借此课程葡萄园运动推广到世界各地 Peter Wagner也被认为是第三波灵恩运动的主要推手 华人教会中与葡萄园运动观念很接近的 有爱修缘的陈仲慧牧师 台北灵良堂的周神柱牧师 生命和灵良堂的流通牧师 牧主先锋教会的江秀琴牧师 以及钱洛哥教会刚刚回天家的许忠实牧师 第三波灵恩运动强调权论步道 认为传福音时应该透过神迹奇事来彰显神的能力 John Wimber认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节中 知识的言语可以帮助他们为病人祷告 是一种特别的属灵恩赐 不过已经回天家的杨莫古博士认为 第三波灵恩运动的危机 乃是把神迹奇事变成基督教的巫术 好像只是透过某种训练和操练 人人都可以掌握要诀 懂得如何驾驭圣灵的能力 而这个是极其错误且危险的 前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周公和牧师指出 灵恩运动有律法主义的倾向 殷勤使用圣经所没有吩咐的方法 换取上帝的祝福 把恳切的祷告变成赚取上帝祝福的方式 有时候甚至把沉重的信心的恶 加在信徒身上 譬如说在医病的事上 有些灵恩派传道人会倾向说 只要你们有足够的信心 这是必要成就 甚至有黑心的传道者 不准信徒去看医生 这是把沉重的信心的恶 加在病者身上 周公和牧师认为 这种信心的恶 其实不是信心 乃是律法的恶 连运动最低能诟病的 不单单是说方言和倒地 而是与成功神学的捆绑销售 鼓吹神的旨意 是想要所有的信徒 经历物质上的富足 身体健康 个人幸福 以至于忽略 背十字架的苦难神学 但是非灵恩背景的人 也不能轻易下结论说 所有灵恩派教会 都不传讲十字架的福音 根据郭登康威尔神学院 在2023年 Status of Global Creationity的 统计报告 目前全球灵恩派 五旬节背景的旧徒 有6亿7900万人 在目前全球旧徒 总数的32.4% 到2025年将达到10亿人 根据Pure Research的统计 目前在南美洲 有50%的旧徒 属于灵恩派 在美国只有20% 虽然灵恩派注重属灵的经历 但是不能说灵恩派 就没有优秀的圣经学者 最近刚刚回天家的Golden V 就是美国福音派的 顶尖圣经专家 在我看来 灵恩派更加注重 信仰要有实用的层面 实际的国效 比如病得医治 财富增加 心灵捆绑的得以自由 而在真理的平衡 与传讲全备的福音上 比较欠缺 1960年发起的第三波灵恩运动 其实和后现代主义 息息相关 两者都强调主观的经验 过于客观的真理 看重真理的多元性和相对性 一般福音派 比较重视真理的绝对性 因而参与灵恩运动的基督徒 有时会批评 福音派人士的三位一体 是圣父圣子圣经 不过灵恩派 在现代敬拜中 所做出的贡献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心理需要的重视 以及对于宣教的热情 是许多以理性挂帅的传统教会所缺失 以及需要反省的 那回到今天的题目 灵恩派的教会是异端吗 我认为绝大部分都不是 因为在教会历史上 整段异端的三面造谣 尽包括 基督论 是否相信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神人恶性 三一论 是否相信三位一体 救恩论 是否相信阴性称义 靠耶稣得救 我认为大部分温和的灵恩派 在这三方面 与主流的福音派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灵恩派比较容易产生极端 极端指的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 高举圣经中某一项真理 极力标榜它的重要性 因而忽略了圣经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很显然 在三波灵恩派的运动中 都有一些极端的现象 尤其在一些灵恩运动中 高举成功神学的 像是屡次悔改的Bennigham 以及Kinnis Coupon 在疫情中的表现 不过我也必须承认 任何基督教的中派 都可能出现极端 比如极端的周尔文主义者 认为神通过他主权意志 拯救被拣选的人 得救的人一定会得救 不得救的人一定不得救 却忽略了人的责任 向传福音或者为灵魂祷告 我自己是进行会的 在教会历史上 一些比较fundamental的进行会认为 只有敬礼才是Biblical mode of baptism 没有敬礼的基督徒 不是我主内的弟兄 那对于灵恩派来说 高举说方言 医病成功神学 都是极端的表现 而极端稍不留神 就容易失控滑向异端 因为灵恩派比较多失衡的极端教导 所以在传统教会当中认为 和异端可能只有几步之遥 但是我认为 出自灵恩派背景的弟兄姐妹 并不是信仰的原罪 最近我和台湾的乃哥有直播 就有长老会的长老来问我 为什么不问下乃哥 对于Bethel教会的看法 因为乃哥毕业于Bill Johnson所创办的 Bethel Church of Supernatural Ministry 其实在乃哥的视频中 有许多对于灵恩派 或者成功神学的批判 今天在灵恩派的教会内部 他们有许多的反省和自我更新 也使得灵恩运动不断地富有活力 我认为基督徒不要陷入到 Hasty Generalization 草率概括的逻辑谬误当中 认为与灵恩派的领袖 有事工的合作就代表赞同他们的神学立场 或者从灵恩派的教会长大 神学院毕业 就一定盲目地跟随 完全认同灵恩运动的所有做法 灵恩派里面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他们热心传福音 是我们传统教会需要学习的 也有一些领袖的跌倒 失败的见证 甚至是神棍 但是我认为在每个中派中 都可能会出现这个现象 灵恩派因为人数众多 事工巨大 所以常常暴露在聚光灯之下 最后我想分享 2021年世界华府总干事 董家华牧师上任时的见证 了解家华牧师的就晓得 他是中华基督教长老会 石牌信友堂的背景 而很多人知晓的台北信友堂 在官网上有一句话说 数十年来 教会秉持 福音派 长老会 菲林恩的神学立场 而在家华牧师上任世界华府总干事时 给他案例的一个牧师 就是台北宁良堂的周神柱牧师 之后家华牧师分享 他的一个意向和负担 就是推动教会的合一 我当时听完他的就职分享 十分的感动 有很深的共鸣 因为这个时代 许多的基督徒 已经怨倦了老一辈 在丛林法则中所持有的那种竞争 或者说重一点 相咬相吞的关系 我自己所在的教会在纽约市 开车十分钟的半径 有五十多家的华人教会 但是很多的时候 看到教会与教会之间 更多的是competition 而不是corporation 然而主耶稣的心意 是教会的合一 主拆毁了神人中间隔断的墙 将两下合为一 为要使我们和睦 并且主祈求天父 保守教会 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正如主耶稣与天父 合而为一一样 今天基督徒不单单 盼望在事工上合作 也希望在真理上合一 虽然很难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在看到基督信仰 测不透的丰富时 又能平衡unity和diversity 机会从前一次 交付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争辩 不容异端邪教 伤害神家的百姓 又在持守真理的同时 晓得天父是满有恩典怜悯的诛 因而愿意去接纳那些 与我们信仰背景不同的人 不随随便便乱扣帽子 定了异端 如果你喜欢本频道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评论 接下来我们会透过圣经的角度 来探讨更多的信仰话题 愿上帝赐福于你 以马内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